69、香港《經濟日報》 護紙收復4000關救市後首次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4上證綜合指數年升4日 昨日再升0.6% 從上4000關 是本月國家總動員救市以來 護紙首次於4000點以上收市 投資者仍謹慎觀望 短期後飼料繼續在4000點附近波動 另外,國務院批准山東省 將1000億元人民幣、夏同 即供養老保險結餘基金 委託全國石保基金理事會投資運作 第一批100億元以或轉到位 其餘基金正在歸雜 截至今年6月底 山東全省社會保險基金累積結餘3550億元 分析指 養老保險資金開始入市 將為市場帶來新資金 離好後市 可入市養老金中金股 6000億中金共司此前增發報 言報稱 地方養老金投資將走向市場化 權益類投資比重將大幅提高 預計將有60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 可投資於股票市場 有助於養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及資本市場發展 護心兩時昨日低開高收 護指昨日低開後一度跌如2% 逼近3900點關 低建3912點 之後反覆向上 重上4000關 高建4041點 美市升幅收窄 收報4017點 升0.6% 成交6464億元 深淨城市上升0.9% 成交5606億元 重盤面看 高速公路 高鐵基建 農木等板塊保障 錦石油、銀行、軍工、保險等四個板塊歷史下跌 分析師認為 中國證監會前日20日 否認正在研究國家隊維穩資金退出市場方案的傳聞 凸顯監管曾維穩決心 對穩定市場信心起了積極作用 21世紀經濟報道昨日報道 上週中證監召集勸箱開會 主要目的是向勸箱了解前期勸箱集資資金的使用情況 並非研究推出 受交通運輸部昨日發文 指高速公路以長期收費的消息刺激 高速公路板塊昨日暴漲9.7% 14隻相關股份漲停 展望後市 分析師認為 近期活指連續多日衝擊4000點關 反映好淡雙方增持激烈 再增量資金入市謹慎 短期內環無法看得能夠接力槓桿資金的力量 以及技術層面面臨多項重要指標壓制的背景下 預計短期大市將繼續在4000點上下反覆波動 個別股份分化或進一部加劇 分析師認為 在成功暫上4000點後 短期活指有望繼續震盪上行 但昨日成交萎縮 反映投資者態度依然謹慎 短期上行持續到有待觀望 新賬戶增股民活躍度回升 另外 在國家舊時候 上週新增開戶數量 投資者交易活躍度回升 中國結算最新週報顯示 上週7月13至17日 A股新增53萬個賬戶 安州增3.2% 基金新增64萬個賬戶 安州增48% 上週參與交易 A股的投資者數量為303萬戶 暫以開納 A股賬戶投資者數量的32.9% 較前一週的30.5%明顯回升 中證監昨日發佈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 A股將於9月3日至6日 週四至週日 休市四天 9月7日週一 朝常開始